哈囉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小一智 這集開箱美國的保溫杯品牌 還有Win&C聯名的杯子系列的單品 那這一次的開箱每一款都有 就是都有到貨 然後一起統一做開箱 那Stanley這個牌子大概講一下 像Supreme呢 還有Suicy都有跟他聯名過 然後比較印象深刻應該是 之前 Stanley還有成員號Fragman 還有星巴克在日本限定發售的那一系列聯名 也是有一樣保溫瓶小小的 可以大家在上網看一下 那講到這一次的主題 那保溫杯的話這次他有分三個款式 第一個是這個比較大的水壺 然後再來是小一點的水壺 再來的話是這個像露營的保溫鋼杯 好 有三個款式 然後就個別的主一介紹 那他打開的方式 先看一下外盒好了 就是大的水壺的外盒 然後有內部的樣子 上面這邊是金色的設計 好 這樣 他打開的方式是像這樣子 先 有點不要怎麼講 就掀蓋式的設計 他打開的就是水壺本人 好 再來 那每一個都會有這個塑膠套 包著就保護 然後上面有這個提拔的設計 也讓你比較好拿 好 再來 外面的話 他這個瓶身 呃 這一系列的話 瓶身都是用這種 有點像磨砂的感覺 的這個材質 好 也不太 比較不怕刮痕 磨砂 然後這個 C是有點用香檳精的顏色 不知道看不看的時候 因為光可能有點亮 OK 有點香檳精的配色 他還蠻好看的 然後質感都做得蠻好 這個大的分量相對就比較重一點點 好 大概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保溫效果蠻好的齁 他可以 保溫12小時 那保冷16小時 當然是在沒有開的情況 跟你沒有摔到的情況下 那還有因為天氣氣候 會有稍微的 些微的調整 這個就 大概參考數據 簡單講就是保溫效果蠻好的 OK 然後上面這邊有 握把這邊 有一個 Stanley的Logo 看到嗎 有了 好 這邊 接著這個大的 講完之後 下一個 這個小的 那小的包裝 來看一下 可以直接看到裡面 的瓶身 OK 大概看一下 也好 比如我剛剛說的 每一款都有這個 塑膠套的設計 然後 這個小的 小的材質的話 就不像大的是磨砂的 給你看一下 大的是磨砂的 又有霧面感 那小的話就是 相對的 它是用 應該是類似塑膠的材質 去做的 它這邊有個C Win&C的Logo 好 也不是很精簡設計 蠻好看的 對 上面這邊也有這個 Stanley的Logo 好 看來 它這握把設計 其實是蠻方便的 因為你每次都要這樣的話 你整隻手就沒用了 等著一隻手掛鉤 就可以做事情 好 可以拿東西 再來 小的也接收完了 就是這個 露營的 這種 保溫的 杯子 那可以裝熱飲 也不怕燙手 那相對的 夏天冷飲 也可以做到 保溫的效果 這款小的這個露營杯 有三個 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綠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黑色 那我先開這個白的 盒子一樣跟大的 保溫品一樣 是這個掀蓋設計 好 然後裡面 一樣有這個 這個保溫品 這個 這個 外層 這個設計 就比較像是大的 保溫品的那個 材質 就比較 是像磨砂的那種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好 OK 然後 上面就有這個 C的字樣 設計很簡單 好 後面這邊有 Stanley的Logo 好 保溫品 裡面是不鏽鋼的 還蠻不錯的 那你可能去露營的時候 相對的那個 質感啊用起來比較爽 那你說功能性有沒有差 坦白講老實講一定沒差 但就是 你追求生活上質感的提升嘛 再來 另外一色 是黑色 這個我已經先打開來了 黑色比較不一樣 黑色的材質就像是 這個黑色的嘛 黑色的材質像是這個 呃 我剛剛講的這個 小的保溫品的材質 這比較有塑膠感的 比較 這樣看得出來嗎 應該可以 好 然後 也是設計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實色啦 跟材質 現在也都買不到了 那為什麼要拍呢 因為 一來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二來以後未來 你又想買 你都可以參考這個 拍箱 好 接著就是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這個表面材質 又更不一樣 它又不像剛剛兩個 它就比較 呃 其實說實話 這個膠感比較重一點點 可以看到嗎 這反光的這個膠感很重 我拿其他的來比較 不一樣 這是霧面的嘛 這個小的黑的是霧面的 那這個就是 很亮 然後 再來 呃 拿起來 這個 黑的 就都不一樣材質 好 那這是綠色的 那還不錯 然後如果 呃你想要買 一個保安品 像現在冬天冷嘛 台灣現在 呃 現在2021的1月 那再過一段時間 還會再有寒流來 也都可以考慮這個品牌 還不錯 那蠻多潮流品牌 都有跟這個牌子聯名的 OK 那日後大家再多做留言 再想一支 掰掰 掰掰 對